口罩已經是我們生活的其中一部份了 外出要戴口罩 在做運動我們都要戴口罩 我自己在踩單車都要戴口罩 所以今天我就想來介紹一款口罩 就是這款 跟大家一起來開箱 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這個口罩我怎麼可以來的呢 就是一間公司寄給我的 哎呀 開出來 就是這樣 有東西揭開 嘩 這個口罩做得 不是一般的口罩就這樣看 很高級的感覺 拿出來就是這樣的 有幾棵樹 我再看看這裡就應該是口罩的本體了 這個是口罩來的 先放一旁 嘩 它後面有個袋子 多漂亮 摸下去 質感是這樣的 這樣的 這個就是口罩的結構 前面這裡有兩件 大家一會就會知道 這裡有一個 第二個 這個是拿來給你提換口罩裡面 那塊是過濾的 那口罩應該是這個 那現在拿出來就是這樣的 可以拿回我剛才這個過濾的裝上去 那它這個就是這樣貼下去 旁邊就有魔術貼 可以貼在旁邊這個位置那裡 這塊布就可以拿來清洗的用水 可以重複清洗 OKOK 好了就這樣簡單單貼了下去 現在就是這樣 再拿這個 它這裡有啃爵的嘛 這個口罩 這個口罩 砌完出來就是這樣 好像砌模型一樣砌一個口罩出來 這個口罩是一個什麼的口罩呢 這個口罩是AROM ALBUM Air Mask 2.0的口罩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樣子就是這樣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我這款就是灰色 它有黑色粉紅色 好 戴上去就是這樣的 其實除了我這樣戴 它這裡還有條帶的 這條帶就是 可以這樣掛在繩子的後面 再這樣索一索 就是這條帶 你看到 它整個口罩給我的感覺 是做得挺精美的 我們這一款的口罩 跟我們平時戴的口罩有什麼不同呢 我想比較多人戴的口罩 就是外科的口罩 很容易買到的 但是我們這一款的口罩 是可以重複使用的 還有它這一款口罩的防禦能力 其實都蠻舒服的 因為它的布料 是有點像我們平時穿衣服那種的布質 它就是碎點的設計 它就是一個這樣的口罩設計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樣的 旁邊就是這樣的 這個呢 這個呢 其實可以拆掉它的這塊牌子 它裡面就是這樣的 看到它上面這個被托的位置 是有一塊的海綿 那這個口罩呢 其實就這樣戴著 都不會說怎樣鬆的 還有它這個口罩是有分size 那這個呢 就是M馬來的 剛才看到是還有個袋子 我們先看看 它這個袋呢 就算不拿來裝口罩 我覺得拿來裝其他東西都ok 它摸下去的質感 質感是挺好的 那我一陣呢 都會出去測試一下這個口罩 看一下這個口罩 在做運動的時候 在我踩單車的時候 究竟舒不舒服呢 現在就出來測試這個口罩了 我想大家都聽得出 我的聲音是和平時有些不同的 就是因為口罩不同了 剛剛就試完這個口罩了 那我帶著來踩單車的感覺是怎樣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呼吸 做運動呼吸是很重要的 平時戴口罩的話 如果是戴得比較貼 就會有少少呼吸困難的感覺 但是它現在這個 它有一個形在這樣罩著 它裏面有少少空間的 所以我呼吸的時候就比較暢順 而且很大力地吸氣的時候 都不會說口罩不會吸進去 這個是挺好的 還有它的布料 就不會太過貼實 如果太貼實 在出汗的時候 尤其是夏天就會很辛苦 好似一張濕紙巾貼著臉 但是它這個口罩就有少少一個型 在這裡 這樣刻下去的感覺 就不會有那種很黏實 臉的感覺 外表上去好不好看 就見仁見智 如果大家對這個口罩有興趣想買的話 我就會放一條網址在下面的內容欄 大家就可以按下去 還有一個優惠碼 輸入這個優惠碼就有一個優惠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差不多來到這裡了 下一次又分享下其他不同的東西了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我們下條影片